相恋十六年后 我和妻子今天在民政局办了离婚手续 办理的过程中 我们抱头痛哭 工作人员试图调解 看你们感情那么深 要不再考虑一下吧 我回到 不用了 请您盖章吧 我和妻子从高中时就开始交往 前后桌的缘分让我追到了她 相恋十年后结了婚 那时候我们都没想到 这段感情能持续这么长时间 高中三年前后桌 大学四年异地 工作之后 她一个人屁颠屁颠离开家乡 来到我工作的城市 我还记得 那是2014年的秋天 她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船 到青岛已经半夜十一点了 拎着和她差不多高的行李箱 埋着投拉箱子 上一个出港的陡坡 小胖 我笑着挥挥手 喊了她一声 她看到我 直接把箱子扔下 蹦蹦跳跳地向我跑来 一下子跳到我的怀里 我抱着她 看着翻滚向下的箱子 哭笑不得 箱子不要了吗 不要了 有了你什么都不要了 青岛入秋之后 还是有点凉的 我一只手拉着箱子 一只手搂着她 她就在我怀里 嘶哈嘶哈地喘着气 一会想吃点什么 我问她 同时我也在纠结 这个点 青岛大部分的餐馆都关门了 箱子里有泡面呢 一会到了住的地方 泡泡就能吃 怎么能让你吃泡面呢 泡面多好吃 那时候刚工作 没有什么钱 住不起太好的宾馆 只能住那种 三十多一碗的旅店 她熟练地泡上两包泡面 抱着我这一通亲 我虽然叫她小胖 但她不胖 只是脸上有点婴儿肥 看着胖而已 现在小脸被冷风吹得通红 我去把空调开开 按了开关 有热风 但不多 有点尴尬 没事 一会吃上泡面就暖和了 我问她 叔叔阿姨同意你来青岛找我了 小胖愣了愣 没有 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 嘿嘿 然后又立马转移话题 面好了 吃面吧 那顿饭 吃得很香 吃饭的时候 我俩都一直拉着手 当晚睡得也很香 互相抱着 一点也不感觉 一点二米的单人床小 夜里 小胖问我 你会一辈子对我好吗 我回 那当然 男生说话要算话 当然算话 在情话中 我俩睡得很甜 16年的时候 我俩回了老家 在青岛赚的钱 虽然够养活自己 但也确实存不下什么 在一个家里催着结婚了 就商量着回老家吧 结婚之后 照顾双方老人 还方便点 可以说 回到老家 就是我们俩人矛盾的开始 都是小矛盾 随着时间的积累 越来越大 把我们的爱情 刺了个粉碎 最后埋在泥地里 17年就准备结婚了 16年 我俩一起看婚房 老张人家里 还算好说话 意思就是 有个房子就行 七房也行 小两口有个窝 也不用付全款 让我家拿个首付 两个人慢慢还贷款 他家里在天息前 用来装修 财力也是两家商量好的 要了十万 这个钱数在我们老家 算是中等吧 就是普通家庭 结婚财礼 基本都是这个钱 这个钱 老张人老两口也不要 直接用我媳妇的名字 开张卡 存死期 然后吃点利息 当时感觉 老张人一家人 确实没得说 能做到这个地步 也没什么可挑理 以后结了婚 一定要好好孝顺人家 当时沈阳的房价 还不算太高 平均来说 七千多一平米吧 我和小胖我俩先看 看好了之后 带着我爸妈再看看 最后订哪套 是我父母拍板 这个也应该 毕竟是二老掏钱嘛 我俩逛了一个月 相中了三套房子 一套房子 一万亿平米 年底交房 在二环内 地点比较好 周边配套设施 齐全一些 一套房子八千亿平米 第二年年底交房 也在二环内 非常有商业价值 最后一套七千亿平米 当年年底交房 出了二环 靠近三环 优点就是便宜 当时我家的条件不太好 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 我还有个哥哥 老两口没有什么钱 可以说 这一辈子的积蓄 都给我和我哥花了 要不 就订七千那套吧 我妈拉着我媳妇的手 和小胖商量着 我低着头 没说话 因为这套是我相中的 当时小胖没看上这一套 我看上的理由 也是因为它便宜 我媳妇喜欢的是八千那套 说多等一年就等一年 先租房子呗 行 妈 我不跳 有一套就行 我俩当时还没办婚礼 小胖就已经改口了 妈 其实八千那套 也挺好 说不定以后能涨价 我开口劝了劝 其实我也希望 我爸妈能订那一套 毕竟小胖喜欢那个 我妈拿不定主意 看向我爸 我爸清了清嗓子 要我说就订七千那个吧 我看环境什么的 也不差 再说了 涨不涨价那玩意 谁能说得准 那套房子交房晚 你们还得多租一年房子 一年租房不也得快两万块钱 就订这个吧 我没说话 小胖也没说话 小胖看中的那套八千的房子 后来在短时间之内 涨到了两万多 当然那都是后话了 小胖没有因为这件事和我吵架 只是偶尔会用这件事开我的玩笑 后来小胖有事提前离开了 走的时候和我说了一句 老公我没有别的要求 你订一个一进门客厅在右手边的户型就行 我家就是那种的 我住着习惯 小胖不太开心 其实我也不太开心 但是没办法 自己兜里没有钱 就没有什么话语权 这种感觉很不好 非常不好 就像自己的人生不能自己做主力一般 我那时候也暗暗发誓 以后绝对不会让这种情况再发生 我看着父亲忙碌的身影 心里很不适滋味 爸爸年纪已经不小了 卷起裤腿 直接走进泥泞的工地里 看着楼间距 看着窗户的朝向 看我们的楼层 会不会被其他楼房挡住阳光 我妈在旁边拉着我的手 笑着说 你看你爸 比自己买房子还积极 你就放心吧 什么楼层阳光 他都能帮你看好 一点也不能让你操心 我看了 这房子都没问题 早上七点多阳光就能进来 肯定亮堂 哎呦喂 我爸崴了一下 我赶紧跑过去扶 我爸也不在意脏了的裤腿 一边走一边回头看 这房子不错 买这个行 就买这个 你以后也算有了自己的小窝咯 我妈拉着我 在我的耳边念叨 想想爸妈自己 现在还住着老旧小区 又看看 我爸病脚的白发 自己还有什么不满意的权利呢 父母又不是欠我的 喜欢大房子 以后自己赚钱自己买呗 房子定了 一进门厅在右手边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小胖的时候 明显能感觉到我自己笑得有点尴尬 挺好 满意了 我去做饭 小胖比我看得要开一些 他可能比我更能理解 老两口的不容易 我原本以为房子买完了 彩礼谈好了 结婚就不会再有什么波折 事实证明我还是想少了 马上结婚那段时间 我和小胖都很忙 同时也都非常高兴 毕竟爱情长跑了十年呀 终于可以完成 从校服到婚纱的蜕变 婚礼接新娘的时候 不得给红包嘛 主要是给孩子 去银行取钱的时候 小胖问我 包多大的红包好 主要是给你家的亲戚 拼你的 二十八 多了咱们也给不起 从银行换出来好多张二十的 我和小胖就乐呵呵地坐在床上 往红包里塞钱 这时候我爸把我俩 叫到他的房间里 和你俩说个事 彩礼这十万块钱没有问题 但这钱得算你俩借的 小胖蒙了 我也蒙了 爸 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爸显得也有点局促 就是打个欠条 这钱以后也不一定非得让你们还 当时我是真有点生气了 你要是感觉钱多 不想给 你可以早点提出来 我老丈人家也不是认钱那种人 更何况 这钱是给我们俩的小被留的 彩礼都谈好了 眼看着都结婚了 这个时候说钱算借的 到哪里都说不通啊 小胖看我要火了 你把把我拽到身后 行 爸 算我俩借的 我签我签 不行 你不能签 这算什么玩意啊 韩他妈反了你了 你怎么说话呢 我爸爸手里的水性笔 直接摔我身上 笔又溅了我一身 我妈赶紧给我拉出去了 小生和我解释 我和你爸 还能真管你俩要这个钱呢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那我爸这是什么意思 你哥结婚那时候 咱家条件更不好 就给了你嫂子两万的彩礼 给你这么多 怕你哥和你嫂子多想 我妈抹了抹鼻子 她也能感觉到这么做不太好 你爸让你俩签这个字 是防着万一你嫂子 因为这个事闹起来 她手里有这个 不是有个糖色吗 这时候 小胖已经签完了字 我妈就没再和我多说什么 回到我俩那个房间 小胖一边包红包 一边掉眼泪 媳妇 这是怪我不好 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小胖擦干眼泪笑了笑 不委屈 怎么说咱俩以后 还得孝敬爸妈呢 借的就算借的 谁让咱俩没钱呢 以后咱俩一定多赚钱 早点把这个钱还上 我爸就那性子 你别和他一样的 他不能让咱俩还 他摆摆手 示意不想再讨论这个话题 安心包红包 结婚当天 很忙很累 顾不上一世 也顾不上幸福 我俩满脑子都想着 不能带卖了宾客 一天下来 到家我俩 齐齐躺在床上 当然啦 婚礼是在我老家 小县城办的 躺的是我从小到大睡的 那张床 来 数数咱俩收了多少里钱 我拍拍他 小胖兴致不太高 但还是爬起来 他数钱 我记账 这回咱俩可算是 有点自己的钱了 这都是欠的 以后都是要回礼的 说完这句话 小胖就开始流眼泪 我问 怎么了 小胖沉默 我又问 想家了 他还是不说话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呀 小胖挖的一声 哭了出来 你妈妈把给孩子分的红包 换成五块的了 什么 我不敢相信 主要是我都和孩子说了 一个红包里二十块钱 让他们多抢点 结果孩子都来问我 不是二十的红包吗 怎么变成五块的了 小胖这么一说 我也想起来了 当时在娘家接亲的时候 是有一个娘家的姐姐 在安慰孩子 说什么 就有一个包是五块的 谁抢到了 谁就是最幸运的人 后来娘家姐姐表情 也越来越尴尬 还看我好几眼 当时太忙了 我也没在意 我去问问我妈 她拉住我 你去问有什么用啊 事情都过去了 你去问 除了给爸妈添堵 又能改变什么 我把小胖抱在怀里 安慰了好一阵 这个事 确实是太让她受委屈了 倒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也不是我面子的事 主要我家亲戚 以后得怎么看你呀 小胖嘴唇憋屈憋屈的 又要哭 没事没事 以后多和他们走动走动 身上健备 时间长了 就知道我是什么人了 这句话说完 她哭得更大声了 又怎么了 你妈妈答应 给了一万改口钱 就给了九千 我把钱拿过来 又数了一遍 确实是九千 我再也忍不住了 下地就找我妈去 她一把拉住我 和我说了好几遍 让我好生好气地说 千万别吵架 妈 我问你个事 我妈问 怎么了 那什么 今天那个改口钱 我刚才一看 就九千 我没别的意思喊妈 是不是你去银行 取钱的时候 少给你了 我妈赶紧从床上下来 来到我的屋里 边走边说 不能啊 进屋之后 看见小胖眼圈红红的 我妈也有点慌乱 怎么了这是 没事 妈 我有点想家了 小胖又擦了擦眼睛 我妈把钱接过数了一遍 这可能是岁数大了 数错了 你等着 我再给你一千 不用了不用了 不差那点钱 我和小胖都直白手 我妈还是又送了一千过来 我到现在也不知道 是我家二老就想少给一千 还是说真数错了 我还是更偏向于数错了的 我的印象里 妈妈虽然节俭 但不是那样的人 但这是出了 哪怕小胖 就认为是故意少给的 也说不出来毛病 妈 今天那个红包 怎么都换成五块的了呢 啊 我今天打开一看 里面都是二十的 现在都是用五块的包红包 你们给的太多了 我妈坐到床边 你们现在这小年轻啊 就是乱花钱 那红包就那么个事 一撕一撕就行了呗 给出去都是扔了 没人会记那个账 都回不来的 妈 那是我自己的钱 这是小胖第一次 没有让着我妈 顶撞了一句 哎呀 行一行 算我多事了 行了吧 我妈边嘟囔着边 回到她屋里 把那摞崭新的二十的 放到我们的床头上 妈妈刚出门 小胖扯过那摞钱 全摔到了地上 我就在地上 弯腰一张一张的剪 我们县城有个规矩 就是嫁到婆家三天之内 是不能回娘家的 当天小胖想家 我说我陪你一起 回你家坐坐 他说 让别人看见不好 坏了规矩 我说 去他妈的规矩 在我这没那些规矩 我可以不认这些规矩 我老丈人和丈母娘 还是认的 当天应试 没让我俩回娘家 而是二老出了门 在娘家小区门口见的面 这眼睛 怎么肿得这么厉害 我正尴尬的时候 小胖说 画的眼影过敏了 肿了 婚后的生活 并没有我想得那么如意 老家的发展没有那么好 费劲找了个工作 一个月2800 小胖的工资和我差不多 我们每个月要还2500的房贷 剩下的刚好够柴米油盐的生活开销 那时候也是我俩的意见 第一次发生了分歧 我的想法是 钱是赚来的 不是攒下的 他认为 如果花销太大 赚再多的钱也留不下来 都有自己的道理 不能说谁对谁错 那时候 他连买点印记水果 都要下很大的决心 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 他拉着我的胳膊说 老公老公 我想吃大樱桃了 那就买点呗 太贵了 太贵了 根本就不是我能吃得起的 那天 基本不进超市的我 买了五斤车梨子 六十多一斤 一共花了三百多块钱 我到家的时候 小胖正坐在卫生间里洗衣服 我边脱鞋边看向他 怎么还用手搓上了 他没抬头 手上戴着防水手套 用手背费力地 把并肩的刘海噎到耳后 就几件衣服 用洗衣机废水 我有点汗颜 他所谓的几件衣服 基本都是我的 小胖把洗衣液拧开 添了水 用洗衣液底子和最后一件衬衫做斗争 来 别洗了 给你看点东西 别闹 我马上就洗完了 我把它从厨房里拉出来 指着茶几上洗好大樱桃 你看 这是啥 小胖问 你买的 对呗 那还能是天上掉下来的 赶紧吃 厨房还有呢 吃完我再给你洗 还有 你买了多少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 吃就行了呗 小胖三步并坐两步冲进厨房 略有汗珠的小脸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我不吃 你吃吧 我吃不起 我也有点不高兴 你前几天不还说想吃大樱桃吗 我还说我想买卡迪拉克呢 我还说我想买独栋别墅呢 你怎么不去买 操 这下我彻底火了 气哄哄地坐到沙发上 点了根烟 不许在客厅抽烟 我无奈 拿起烟灰缸进了厨房 打开了油烟机 关了 费电 你他妈皮修成精啊 一根烟三分钟能费多少点 我抽完 给你转一块钱够不够 小胖来到厨房门外 厨房是侧拉的玻璃门 我能看到他一抖一抖的嘴唇 以及尽量忍住不让自己 哭出来的眼睛 怎么 你有钱了是不是 你大款了是不是 咱们俩一个月赚多少钱 你心里没数嘛 你就不能攒点钱嘛 那车梨子昨天我去看 都六十多一斤 你买那么多干啥呀 不是 我就买点水果怎么了 都是给你吃的 也不是说不吃扔了浪费的 就这点事 你至于吗 咱俩现在什么条件你不知道啊 那是咱俩能吃得起的吗 我一脚踹在水池上 卧槽 行 你的意思不就是说我不赚钱吗 我出去赚钱还不行吗 说完粗暴的把烟头掐灭 穿鞋 出门 你去啦 你回来 老子娶你来是让你享福的 不是让你来陪着我遭罪的 砰的一声关上门 把所有的温柔都关在了屋内 想想自己说那句话还真挺可笑的 说着什么娶小胖来享福的 结婚到现在 哪里让人家想一天福了 两个人的收入差不多 他还得做饭做家务 幸亏这是没有孩子 有孩子 他还得带孩子 我对得起他吗 下雨了 小雨细细丽丽地缠住我的睫毛 好像这个世界都变得朦胧了 我从路源石上起来 换到了一个天桥下的位置坐下 又点上一根烟 烟雾悬绕着雨滴 整个世界被镶上一层毛玻璃 刷一辆轿车飞驰而过 可能是没注意到阴影里的我 见了我一身 我没有起身 也没有大马 人家是开车的 我再怎么追 又怎么可能追得上 就算追上了 人家一脚油门 又甩你几十米 像急了这操蛋的人生 雨大了 操 我也不知道和谁生着闷气 站起来向着市中心的方向 一步一步地走着 人家开车到市中心 老子走也要走到 凭什么我就到不了 回家吧 身后一身换 头顶一把伞 是小胖 不吵了 回家吧 他拿出纸巾 把我脸上的雨水擦干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你出门之后 我就一直跟着你呢 那一刻 我有点想哭 就在马上要忍不住的时候 一把把他的伞打落 又粗暴地把他抱在怀里 那场大雨留下了两个 紧紧拥抱的身影 和一句老子肯定让你 过上好日子的承诺 到家以后 我们两个人把车梨子都洗了 装了满满两盘子 小胖也多炒了几个菜 我翻出了家里 本来有客人才会开的白酒 那晚 车梨子真的很甜 辣椒炒肉真的很香 白酒真的会醉人 我和小胖都喝多了 说着高中时候 我有多烦人 军训的时候 抢小胖的帽子 让他晒黑了一个色度 说着大学时候异地 攒了半年的钱 就为了互相能见一面 说着在青岛生活时候的快乐 赶海捡了很多贝壳 吃完两人拉了两天肚子 你赶紧起 要迟到了 小胖叫醒我 然后出了门 我在看茶几上 已经被收拾得干干净净 又看看墙上的挂钟 感觉他走得特别快 有一次 小胖他们公司私下聚会 说是要带家属 我也跟着去了 饭桌上都是我们这个年纪的同龄人 男生基本不参与他们的聊天 只负责活跃气氛和喝酒 女生聊的都是那些家长里短的东西 但是聚会这玩意吧 挺尴尬的 你不去显得不给面子 去了总有那么一两个傻逼 把话题带歪 一个长得肥头大耳的老娘们 直接把话题带到了婆媳关系 说他家婆婆怎么怎么好 怎么怎么一个月 还给他们家补贴两千块钱 还定期来给他们家打扫卫生 说的那叫一个眉飞色舞 手舞足蹈 在场的女生满脸羡慕 在场的男生心里直呼脑残 果然到了家 小胖开始侧面和我说这个事 他的想法我理解 他不是想让我妈受累那种人 而是说 我爸妈现在手里都有退休金 也够花 咱们和他们少借一点钱 先度过这段尴尬的时期 等以后发展好了 加倍还掉二老就是了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的 我当时相中他一个很大的原因 就是他孝顺 但作为一个男人 我怎么和家里开这个口呢 如果不开口 确实现在条件挺困难 这几个月走里走得比较多 入不敷出的 我说让我考虑考虑 小胖让我赶紧考虑考虑 这一考虑就是半年 后来还是我爸妈来我家里小住 才又提起了这个话策 和老人在一起生活会很尴尬 尴尬的不是说我们不愿意孝顺 而是生活习惯不一样 我爸妈来的时候 白天我俩都上班 我妈心疼媳妇 都是把饭做好 有一天小胖偷偷把我拉进卧室 能不能和咱妈说说 盛饭的时候用塑料饭勺 他用那个铁的 把电饭锅不沾涂层都给刮坏了 我去厨房一看 确实给涂层刮出了好几个道子 这个锅小胖很喜欢 说刷锅一点也不费劲 我和老妈说过几次 答应得好好的 但是总记不住 次数多了 我也没法说 人家来给你做饭 你还支支点点的 那成什么东西了 我和小胖说 我妈岁数大了 很多习惯改不掉 随她吧 不行以后再买一个 那你今天晚上 和咱爸说说借钱的事呗 我低着头 不知道该怎么开这个口 明天我和小胖都休息 就买了两瓶好酒 和我爸喝点 如果聊得好 就试探着提一提借钱的事 酒确实喝得很开心 小胖看我和我爸快到位了 打声招呼 就进了房间 怕他在场我尴尬 就在我犹豫怎么开口的时候 我爸先说了话 看你这情况 过得不咋的吧 我干笑两声 还行吧 你这情况我知道 你哥也和我说了 你哥的意思呢 是让我每个月 给你补助点钱 他那边肯定没有意见 有个地方我都想钻进去 我哥都看出来 我经济上不宽裕了 还主动让我爸给我拿钱 这感觉太让人脸红了 我和我爸碰了个杯 接着听我爸说 但我没同意 这口酒太辣了 差点没咽下去 你现在年纪不大 什么是应该自己扛 咱们家附近也有老两口 月月补替儿女的 我知道这是很常见 现在我和你妈退休金 加一起五千多 每个月给你两千 我俩也够花 但是这两千给你有什么用 除了让你日子过得更好一点 不解决本质的问题 不如把这个钱存起来 给你或者给你哥就急用 你这两年过得不好 我其实不着急 逼你一把 你才能自己想办法 自己研究赚钱 我和你妈帮你把日子过好了 你安逸了 那不是帮你 那是害你 你要是这个年纪 就惦记老两口的退休金 那你这辈子才真的是废了 我的脸又红又热 不知道是扫的 还是喝酒喝的 想什么呢爸 你给我钱我也不能要 我自己能赚钱 对 这才是我儿子呢 小胖很难理解父亲和儿子 这种处事方式 或者说 女人很难理解男人之间这种交流方式 明明手里有钱 不给孩子花 故意让孩子吃苦这个道理 他们就是很难想通 但是稍微有点稚气的老爷们 都能明白当爹的良苦用心 所以 我也只能和小胖说 没好意思和我爹开口 二老住了一个星期就回老家了 临走的时候 我爸和我说 真遇着过不去的事了 那可千万别挺着 和我说 你要是不好意思 就和你哥说 都能帮你 我记住了爸 看着二老略有沟楼的背影 以及因为染得不仔细露出的白发 心里很不适滋味 到了我这个年纪 居然还让父母操心 真他妈是个废物 回到家里 小胖没说什么 只是一直在擦那口 被划出了稻子的电饭锅 他心里是有点怨气的 他不说 我心里知道 2019年的时候 我的月收入过了万 说实话 还得感谢我爸 那天的一番话 给我说醒了 我把更多的精力 用在了工作上 用在了赚钱上 过过苦日子的我 知道赚钱有多重要 就想尽一切办法搞钱 那时候 手里也有点积蓄了 想着这回有钱了 我和小胖的生活 会好起来了吧 谁知道 有了钱 却是感情崩溃的开始 19年的时候 丈母娘生病了 很严重的病 好消息是 花钱就能治那种 老丈人二老手里积蓄不够 作为子女 给父母花钱治病是应该的 只是需要把我俩传的 所有积蓄都扔进去才行 我永远忘不了 那天小胖那个 维诺的样子 我妈治病 需要点钱 可能得把咱们俩的 从款全取出来才行 行啊 这有啥呀 有病肯定得治啊 你不心疼 我心疼的屁呀 又没丢 这不是用在正地方了吗 攒钱留着干啥的 不就是这个时候用的 医院离我上班的地方近 让小胖和二老说一声 第二天一早 我把钱送到医院 但中间出了岔子 我俩的存款 没有都存在一张卡上 需要跑几家银行 取定期的时候 还比较顺利 可取活期的时候 有两家地图上的银行搬走了 我绕了好远的路 才把钱凑齐 一共取出来十三万 卡里还剩不到一万块钱 留着日常花销用 那天还下着雨 我到医院 全身上下都湿透了 老战人看我来了 赶忙说辛苦了 忙着感谢 我因为绕了路 上班快迟到 简单说了几句客气话 就离开了 晚上到家 小胖的脸 阴沉得好像能滴出水来 我问他怎么了 他说我不想借就不借 为什么答应了 却不给他父母好脸色 这个锅扣下来 我可真是有点火气 你这是从哪听来的狗屁理论 你怎么说话呢 我爸和我说的 我老丈人说的 怎么可能 我今天早上 一大早去银行取钱 嗓子都要冒烟了 水都没喝上一口 合着我还不对了呗 那我爸早上 为什么给我打电话说 钱不管咱俩借了 管其他亲戚借 你他妈问你爸去呀 你问我 我他妈问谁 后来我才知道 那天不是因为银行换地方 担个时间了吗 老丈人看我 到了约定时间没过去 就以为我不想借这个钱 想着是不是因为他俩 导致我和小胖在家吵架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 当天我忙活个够呛 还闹了天大误会 如果那次 我和小胖能把误会说开 说不定也走不到离婚那步 在后几年 丈母娘身体好了不少 我的工资也高了不少 生活水平也好了很多 但我就是感觉 我俩的感情 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纯了 可能生物会太多了 伤了信任 20年春节 我在家里和我爸 多喝了两杯 老年人嘛 除了操心子女的经济问题 就是操心孩子问题 当时我的经济方面已经好了很多 而且事业还处于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饭桌上的话题自然就会围绕着孩子 你俩也老大不小了 该要孩子 我和我爸碰了杯酒 随缘吧 我和小胖对于孩子的态度是一致的 就是随缘 不主动去要 有了就生 一个是现在年轻人压力大 看着赚的不少 但根本不够养孩子的 另外一个 90后 00后 对传宗接代这个事 没有那么敏感了 自己活得好就行呗 养孩子除了花钱 还有什么用 别说养老 我们这代人 能不能活到老都不一定呢 再说了 养孩子就能防老了 我当过孩子 知道养孩子没用 养儿不防老 有钱才防老 但这套理论 我是万万不敢和我爸说的 他容易直接赏我俩大嘴巴子 只能支支吾吾地糊弄过去 你结婚这么长时间 没有孩子 避孕了 没有没有 我妈插了句嘴 那就是你俩有问题 要我说 你俩都应该去医院 好好看看 第二天 我妈就给小胖 约了当地的妇产科检查 据说还拖了人 小胖回来的时候 脸都是绿的 质问我和我妈说什么了 我说 没说什么 都是他自己瞎猜的 那为什么不让你检查 非得带着我去检查 你脑袋有病是不是 哪有当妈的 带着儿子去查男科的 那次小胖哭了 哭得很伤心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理解 为什么就带着他 去查了一下妇科 他就有那么大的反应 可能男人和女人的 思维方式不一样 我没有办法换位到他身上 用他的方式去看待这件事 在我的思维里 不就是拉着他去查个病吗 能咋地呀 就算我老丈人 拉着我去查了一下男科 那又能怎么样呢 但这个事 在他那就过不去了 直接和我冷战了一个月 足足一个月 没和我说一句话 有事就是发微信 也怪我 那段时间 我还是把重心放到了工作上 想着不就是小女生闹脾气吗 过一段时间自己就好了 当时我们公司比较忙 但烂事也很多 我部门女生为主 一共三十多员工 就两个男的 当时给我们累得 真是女生当男生用 男生当畜生用 我回到家里 一句话不想说 就想着睡觉 好不容易大项目忙完了 领导说聚个餐 他请客 我们领导比我大个六七岁 单身 性格偏向男人 大大咧咧的 平时就对我比较照顾 饭桌上我自然和他 多喝了几杯 结束的时候 已经快十二点了 我打车把领导送回家 这可能是我这辈子 做的最错误的决定 当时我和领导 都属于喝酒刚喝上劲 还没喝多那个状态 找个地方再喝点 领导试探着问我 行 我也确实想再喝点 一个是最近工作太累了 第二个就是和小胖闹得很心烦 先是找了饭店 结果没有几家开门的 又查了附近的酒吧 最近的十多公里 这么晚了 也担心不安全 领导问 要不买点去我家里喝 我犹豫了一下 行 领导说 这个项目忙完 总公司马上又会安排一个 难度更大的项目过来 他提出意见表示不合理了 但公司态度很强硬 他还没想好怎么和其他同事说 这是可太仇人了 我说没事 但是现在这公司不管大小 不都这B样吗 哪有不压榨员工的 从公司聊到了他的个人情感 又聊到我的个人情感 其实也没说啥不能见人的 都是互相倒一倒自己的苦水 但问题是 那天我俩都喝多了 我醒来的时候 我俩躺在一张床上 他就睡在我的身边 我发誓 我俩什么都没有干 这一点我非常确认 我俩的衣服都没脱 还是昨天晚上喝酒时穿的衣服 他醒了之后 也非常尴尬 捋了捋头发 那啥 喝多了 见谅 我也喝多了 没事 那个我就先走了哈 从领导家出来的时候 是早上五点多 我在出租车上 努力回想昨晚发生的事 确定一定以及肯定 只是单纯喝多睡着了之后 心里能好受一点 我知道 在单身女领导家过夜 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但毕竟没有做出那一步不是 这句话可能有点为自己开脱的意思 但那是做没做 在我心里很重要 到了家里之后 小胖问我 怎么现在才回来 我说 昨天喝酒喝多了 喝到现在 我支支吾吾地想含糊过去 对 找了一家24小时开业的烧烤店 不说了 我先睡会 困死了 迷迷糊糊刚睡着的时候 小胖一把把我推醒 拿起我的手机 正对着我的脸 手机上面是另一个同事 在饭局结束之后 给我发的信息 安全把苏姐送到家哈 苏姐 是我领导 你为什么看我手机 这句话说出来 就已经有点恼羞成怒的意思了 正常人 谁怕另一半看自己的手机呀 或者说 另一半看了自己手机 没有发现什么的时候 都没有理由发火 就是这种心里有亏心事 又被发现了 才会生气 高明雨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一般小胖叫我名字的时候 就代表这事大了 我能说什么 我说昨天我给领导送回了家 又在他家喝了酒 然后俩人睡着了 什么都没做 他能信吗 如果真的什么都没做 我刚刚又为什么要撒谎 思来想去 只能沉默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你行你行 你真行 小胖边哭 边捶打着我的胸口 可胸口那口浊气 怎么也吐不出来 小胖哭着上班去了 我和公司请了半天假 苏姐 也请了半天假 同事们都在议论 我俩昨天晚上 到底干什么去了 那次之后 我和小胖的关系 冷到了冰点 也正式开始了 分房睡的生涯 我知道 这件事就像是一根冰刺 狠狠地扎在了他的心里 化成盐水 不断地刺激着他的伤口 我想帮他把刺拔出来 可刺已经看不见了 我想帮他把伤口愈合 可伤口已经没有了治愈的可能性 这样过了一年 外人面前 我俩还是保持着夫妻模样 只有回家之后 我俩才会撕去厚厚的伪装 互相去面对真实的我们 发生了那件事之后 我和苏姐先是尴尬 后来到释怀 再到后来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亲近 在公司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事业上 他对我也是竭尽所能的帮助 我的收入也就越来越高 这里没有什么黑幕交易 我本身业务能力就比较强 经历那件事 很多他不方便和其他同事 直接交代的要点 都可以和我直接说 他省事 我省心 自然喜欢把工作安排给我 这一年 我们换了房子 换了一套市中心120平的大房子 我爸妈再次来小住的时候 二老乐的合不拢嘴 不好的是 房子大了 床就大 哪怕那几天 我俩睡在一张床上 中间也好像隔着沟壑 买了车 凯迪拉克 小胖一直喜欢这个牌子 我不太喜欢 总感觉这车费油 但是买来了 小胖也没有那么开心 甚至没有坐过几回 上下班不是打车 就是地铁 有一天 我拉着小胖说 要不你把工作辞了吧 挺累的 还不赚什么钱 在家里休息休息 他没说话 眼睛里有呲笑 有涅饰 有层层阴霾 那眼神我第一次见 见了一次 就忘不了了 怎么 想我赚那点钱 你看不上啊 留下这句轻飘飘的话 出门上班去了 当我发自内心为他好 他都以为 我在瞧不起他的时候 感情就到尽头了 后面一段时间 我把精力重点 放在我俩感情的弥补上 因为两个人之间 确实没有什么大事 误会居多 这么多年的感情了 因为这些误会走散了 不值得 2022年中秋的时候 我想着一起出去旅旅游 带着我爸妈 带着他爸妈 去南方转转 要求他好久 终于同意了 杭州一个小城 这里虽然没那么出名 但是风景不错 我们找了家民宿住下 体会一下当地的风土人情 到了礼品店的时候 我丈母娘一直在挑那些小礼品 我在一边等他挑完付账 我妈嘟囔了一句 那些东西都是偏外地人的 都不值那么多钱的 我知道 我妈这是仔细了一辈子 习惯了 看我花钱有点心疼 没事 妈 名语她现在有钱 你也别光在背后念叨 去挑两件 让她花 这句话单独听 其实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放在我和小胖 分居这么久的大环境下来看 就有点阴阳怪气了 这是敲打我妈 别在背后议论她妈呢 以前她绝对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 我的脸冷了下来 爹妈是我的底线 对我妈妈阴阳怪气的 我肯定是接受不了 我去结了账了之后 丈母娘看我的脸色不对 默默地退了好多 心里的火更加压不住了 当晚 我俩又吵了一架 没吵太长时间 因为吵着吵着 发现我们俩人连吵架 都已经无话可说了 隔一天 在出去玩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男人 我不认识 老丈人给我介绍说 这是他们家以前的一个邻居 当时两家关系可好了 这人叫杜锦 在杭州这边工作 寒暄了一阵 那人在原地 看着我们离开 不 准确地说 是看小胖离开 小胖也一步一回头地 朝他摆摆手 两个人还在耳边 比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 接下来一路 玩得很不开心 老丈人总会讲起 小胖小时候 和杜锦的一些事 不能说是青梅竹马 也可以说是两小无猜了 后来邻居搬走了 两家的联系 才渐渐少了 回到民宿 小胖没有卸妆 而是又补了补 准备出门 去哪呀 小胖没搭理我 早点回来 小胖还是没搭理我 我心如死灰 已经过了十二点 我给他打好多电话 都关机 我再也坐不住了 准备出门找他 走出民宿没多远 就看到 他被杜锦公主抱着回来 他说着话 杜锦好像不太能听清 低着头 我这个角度看 就像小胖 吻着他的脸颊 我跑过去 从杜锦怀里 接过小胖 小胖看出来是我 挣扎着 从我怀里跳下来 一个没站稳 直接摔在了地上 我扶你回房间吧 杜锦没看我一眼 直接和小胖说 不用了 我送他回去就行 谢谢你 我送你 好不好 他还是没理我 行 他妈的 你们都不理我是吧 都当我透明是吧 我扯住杜锦的脖梗 老子跟你说 不用了 你是听不到吗 他一把甩开我的手 把衣领最上边的几个扣子解开 轻烈地看着我笑 你妈的 老子懂了 一拳打到他的下巴上 他亮翘了几步 挥拳打向我的眼睛 小胖坐在路原石上 看着欧逗在一起的我们 傻呵呵地笑 哈哈哈哈 好 打起来了 打起来了 打得好 打他打他 哈哈哈哈 打 也不知道 他是在给谁加油 警察来的时候 我和这孙子 还挺有默契 一口同声地说 我俩认识 喝酒喝多了 拌了几句嘴 我俩私了就行 给警察同志添麻烦了 警察走后 我紧挨着小胖坐下 揉了揉发青的眼睛 疼得我呲牙咧嘴 小胖 咱俩离婚吧 小胖愣了三秒 随后又开始说起了酒话 好 哈哈 好 打起来好 第二天 小胖醒酒了以后 离婚吧 这句话是他说的 我也不知道 是他的真心想法 还是他记起了 我昨天的气话 离婚 对 离婚吧 你昨天和那个孙子 到底干什么去了 说了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 孤男寡女的喝酒 喝到后半夜 你告诉我没什么 最后他给你抱回来的 你告诉我没什么 他动手 我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他轻烈的眼神 就像一把刀 直直地插在我心里 是啊 我又有什么资格说他 那一瞬间 我好像能理解那个早晨 他边哭边捶我胸口的 无助和气氛 行 离婚吧 回到沈阳之后 喝顿酒吧 小胖笑了笑 我好久没有看到他笑了 行 在家喝 还是出去喝 在家吧 明天醒酒了 去民政局离婚 我和小胖又喝多了 说着高中时候 我有多烦人 说着大学时候的异地 说着在青岛生活时候的快乐 和上次喝多聊天的内容差不多 这么多年了 我俩共同的美好记忆 居然还是那么多 没有增多一分 也没有减少一分 那这个婚结的 到底有什么用呢 我俩接到通知 去取离婚证那天 小胖抱着我 嗷嗷嗷地哭 好像要把这么多年的委屈 都哭出来 办事员小姐姐 有点于心不忍 看你俩感情这么好 要不再考虑考虑 不考虑了 您盖章吧 我爱你 我盯着小胖 好像要把他的样子 刻在心里 不要再说你爱我了 你说话不算话 那天我一个人 喝好多好多酒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刚好赶上高中放学 一个稍胖一点的女生 在追一个高个子男生 你说好的 这次我考过你 你请我吃串 你耍赖 略略略 我就耍赖 你能怎么整 你追上我再说 我一把把男生拽过来 男生吓了一跳 你 你要干什么 女生也吓在了原地 摸出手机思考着 要不要打电话 我掏出钱包 摸出里面所有的百元大钞 一股脑的都塞到男生手里 去 请他撸串 啊 啊 男生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去啊 我罩着他的屁股踢了一脚 远远地喊了一句 男生说话要算话 喊着喊着 我就哭了 男生说话要算话呀 一定要记住 男生说话要算话呀 那俩学生越走越远 时不时地回头看我一眼 像急了18岁的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